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王炸的硬盘 为什么说是王炸呢 因为它确实炸掉了 这一个呢就是它之前炸掉的电源芯片 可以看到这里很明显的烧出了一个洞 根据当事人描述它是用错了电源模组线 才导致这一块硬盘损坏的 所以今天我修的这个是人为损坏的盘 至少同行那边是这样转述给我的 因为这一块盘已经在同行手上翻车了 当时它是给它换了一个新的电源芯片 这一个呢是它带过来的料板 很显然是没有抢救过来 难道我在同行的心里就是备胎一样的存在吗 能在这种时候想到我 那我真是先谢谢你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名同行他抢救到了哪一步 硬盘的电流并没有跑上去啊 只有零点零几 我估计这个电源芯片应该都还没有工作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它的供电跑到了哪里 先从接口这边入手吧 英特尔的企业盘它的电源 首先要经过这后面的保护隔离管 才会送到电源芯片上的 我们先来量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管 后期有没有电压产生 可以从这个节点上面量到 可以看到 5V的电压已经过来了 看来这一次的保护隔离管是在摸鱼啊 它并没有成功保护好后面的这个电源芯片 我们再来量一下这个电源芯片的具体情况 电源芯片上面的5V是已经过来了 不过后面这里好像还少了一些电压 有些地方电压应该是偏低的 难道是它这个电源芯片没有焊好导致的 我们现在给这个电源芯片重新加焊一下看看 给它加点油推一下 电源芯片焊完 这个电流是可以轻松跑上来了 并且有跳变 不过这个电流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它刚好想冲破3000点的时候 又马上按下来了 就像现在的A股一样啊 后面这里肯定还有其他地方短路的 我们再来量一下吧 希望不要是这个主控短路啊 这样就不好玩了 刚测量了一下 这一个电感的电压它是起不来的 最多也就上到0.5V 然后又往下掉了 那这个电感它是干嘛的呢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吗 没关系 咱们有料板 我们来量一下料板上面的这一个电压 它是跑到哪里的 可以看到料板上面的这一个电感 它输出的是一个2.9V的电压 我们来量一下它具体通向了哪里 刚测量了一圈 这一个电感 它是给颗粒进行供电的 这样就不好玩了 要么就是这里有颗粒挂掉了 要么就是某一个滤波电容的问题 如果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可能问题还轻一点 我们直接来给它烧一下看看吧 这边我调了一个2.5V的电压烧了一下 电流只有0.088A 并且从热成像上面看 一个发热点都没有找到 难道同行那边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 这个电源芯片是坏的 不管了 现在我来掏出一个我自己的料板 这个盘是包好的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好盘上电以后 稳定的电流是在0.26的 OK我们记住这个电流 现在我们把这里面的电源芯片给它拆下来 放到这个板子上面 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电源芯片换完 大家猜一下结果会是怎样 肯定是轻松翻车了 不然大家就不会看到有这么多的插管在这上面了 现在我把它原来的电源芯片也一起拆掉了 飞线的目的就是一个一个的给它进行debug 那它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呢 我现在没有接这一根蓝线 在没有接这一根蓝线的时候 这一个电流还算正常啊 现在我们把这一根蓝线给它搭上 看到没有 只要这一根蓝线一搭上去 这个电流就撑撑撑的往下掉 故障完美浮现 那这一根线它的供电到底指向哪里呢 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 我这边又拆了一块包掉固件的料板 终于得出了结论 这一路供电是直接给这一个主控进行供电的 很显然 这一个盘的主控现在肯定是挂逼了 这一个盘我已经给它量了一整天了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只能想到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 把这些供电一路一路的拉过来 对它进行排查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什么啊 斑板是吧 毕竟料板都带过来了 不用白不用 现在就让我来给它做一个临床实验 料板上面的主控应该是好的 拆主控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退一步来讲 我们可以把这16个颗粒全部都移植到这一个料板上面 不过在移植之前先让我把这个料板给它修好 料板这边补完电源 这个电流是起不来的 这并不是我焊接的问题啊 因为我已经来回焊了两三次了 中途这个电源芯片我也交换过 只能出来一个3.3伏以及7伏的掉电保护电压 有可能同行带过来的这个配件板也是坏的 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啊 我手上的这一块料板肯定是包好的 不过我相信颗粒换过去以后 十五八九是不会任盘的 因为英特尔一直宣传 企业盘是符合AES256加密标准的 现在我只是来证实一下这个说法 颗粒这边我已经给它全部换过来了 现在我们来上机确认一下 哎哟居然还可以识别出来哦 1.6T的这一个盘 我们用WinHex看一下吧 看了一下里面的上区是读不出来的 全部都是这种读取错误 这就证明这个加密是已经起到了它的效果 这一次的尝试直接损失了我三块料板啊 损失惨重啊 像这种企业盘坏主控的 大家就不要想着靠帮板去恢复资料了 因为我已经帮你们实验过了 大家就不要再去跳这一个坑了 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备胎还是不好当啊